歡迎回到台灣啟示錄 我是王美翔 佳佳最親愛的媽媽 去年不幸離開了她 當時她仍正在大陸工作 來不及見到媽媽最後 我們是真的愛嗎 我想問我自己嗎 要是想家家就想要家就有個家 那該有多好玩 小時候當然玩過佳佳姐 但是我玩的都是那種 不是誰伴爸爸媽媽 是我們煮菜的那種 你看到有起那個油的那個紋路 就可以把雞蛋打下去了 然後我自己本身喜歡吃這種 就是蛋黃不是那麼熟的 然後旁邊要有一點點焦焦的 這種感覺 就把它鋪在飯上 然後再淋上一點醬油 再灑上一點蔥花 就很好吃了 這東西好簡單喔 我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人 一點都不複雜 簡單的人 簡單的料理 傻大姐的佳佳 就連喜歡的食物都很單純 怎麼辦我覺得 她跟我很多地方蠻像 就是可能給大家感覺就有 肺炎量很大 像佳佳有的時候也是 在私底下的時候 因為我是姊姊嘛 有時候她可能就會 這樣子靠著你的肩膀 給你撒嬌 然後她講話的時候 她其實她的聲音有很多 很甜很細的部分 會讓我覺得 骨頭都會雞皮疙瘩 謝謝 這就是我的荷包蛋 我最喜歡那個荷包蛋 我最喜歡那個荷包蛋 還不錯還不錯 SUNNY SUNNY FUNNY FUNNY 捧著剛起鍋的太陽彈 臉上忍不住充滿笑容 一個人在台北久了 免不了有些想念部落裡頭的生活 我就這樣告別山下的家 我實在不願輕易 讓眼淚流下 我最懷念的味道是 媽媽煮的麵 媽媽的麵很簡單 非常簡單 它就是肉燥 跟很多的蒜頭 我記得小時候媽媽很忙 媽媽會煮是 她後來上來台北或者是 姐姐不在 我媽媽才會煮 以前幾乎都是大姐二姐在煮 然後我就是二廚這樣 幫忙切菜 洗菜幹嘛 會使喚的那種 我們會起那種柴火 我是生活達人 然後有時候 人在家裡 院子外面 天氣冷 要烤火 要烤肉 就直接這樣吃 回想台東南王部落的生活點滴 家家總是止不住笑容 她經常跟著媽媽工作 跟著在裁縫市裡 東帆西找 其實我媽媽會煮 我媽媽會做 會做這樣子的東西給我 放下湯匙笑容突然有些落寞 看著剛燉好的甜湯 思緒卻越飄越遠 就是因為是不是 都會有想念的人啊 想念的食物啊 想念的情景 最喜歡跟媽媽 在廚房裡面做菜 她煮麵的時候 我就在旁邊當小幫手 對 比如說幫我切一切蔥啊 幫我洗一洗菜啊 或者是這個絞肉 妳先幫我翻炒一下 然後我就在旁邊幫她 所以妳每次現在 重新在下廚的時候 都會想到 會想到她 就是 因為我每次在旁邊都會想說 那這個怎麼做怎麼做 好像每次問 每次都忘記 然後現在 自己下廚的時候 就開始去回想 她說過的 每一個步驟 總覺得媽媽應該一直都在 卻忘了有天 她也問了 也會離開 她也會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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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年不好過 我自己覺得 就是妳只能看著人家 開開心心的這樣 然後 其實會有一種筆算 就是在 就是大家可能都坐在 家裡面的人 人人都坐在一起 坐在樹下什麼 但是 就是 就是妳就看著那些 遠遠的 遠遠的地方 那些花花綠 那些開開心心的事情 都與我們無關 對 我們只能包著黑的上巾 不能穿得太漂亮 不能太開心 神色哀傷的綁上頭巾 2016年11月 正在長沙準備工作的家家 突然收到一封簡訊 就給八個字啊 就是媽媽走了 急救無效這樣 然後 看了就覺得 這個不是玩笑話吧 這種事情怎麼可以開玩笑 我大姐不是會開玩笑的 該不會是真的吧 我該怎麼玩才好 我該告訴人家嘛 告訴大家嘛 或什麼什麼 然後整個妳就變得很 很慌 她身體一直都不好 但是 算是走得很突然 就很突然 完全大 完全沒有心理準備的那個 因為她才跟我講個電話 說她要出院 看到家族的訊息 是這樣子 我是不敢相信 然後 不敢相信 痛失親人的打擊 讓她根本不知道自己 怎麼回到台東 睜大了雙眼 看著媽媽靜靜的躺著 就覺得她在睡覺 這樣 年少的青春 我沒有很崩潰的 那樣子苦難 可是 我覺得她 睡得很好 用心晦波 曾經沒力過 曾經沒力過 反昏 他們不能進衷 然後我再 modal 我放音樂跟她聽 我就放那個 曾經沒力過 bå¿ régん眦 她的 民答櫃那邊這樣 不是都要擦一些霧氣嗎 後來我大概放了 一遍兩遍了 發現有一個 浮現一個愛心的霧氣的形狀 在她的那個窗那裡 然後我就叫我大姊來看 我大姊說真的耶 真的 這樣 然後我們兩個在那邊在想 為什麼會可以啊 我就想說那應該是她 她喜歡聽這首歌 所以她告訴我她喜歡 媽媽走後家家這才發現 自己這麼渺小 心中的軟弱無所遁形 其實有 有 我沒有被人家發現 但是我有哭 我一直在告訴自己要堅強一點 不能再像以前一樣那麼 好像一直需要人家照顧 像我去看她去看過她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在聽她們講笑話 她們沒有讓我們看到她們就是 很難過的那一面 強忍傷痛逼迫自己堅強 過去總讓媽媽放心不下的小女兒 終於長大 家鄉的茶園開滿花 媽媽的心甘在天涯 夜夜想起媽媽的花 閃閃的淚光 露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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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clients 武摩 正在笑 正在笑 露冰花 小白 blogs 就變得好像是一種習慣了 喜歡唱歌 當然喜歡 因為做什麼事情都 都會習慣很大 我知道他們三姊妹跟媽媽的感情 非常非常的好 甚至其實我覺得他們像四姊妹 我覺得他們歌聲都是遺傳至阿姨 阿姨非常的會唱歌 而且我覺得站在台上就是一種 我覺得很大氣的感覺 正因為全家人都擁有好歌喉 高一那一年佳佳北上面書 時不時就被姐姐齊小君 抓去當合音的她 也因此註定了未來的音樂錄 我屬於你的註定 不屬於我的命運 不要命 不要清醒 還有夢能靜靜抱著你 其實我當時也有抗拒 我有抗拒 那後來所以就是就找了好音 我會害怕 就想說那妳一個人妳會怕的話 那找好很久久陪妳好 我對於未知的事情 我直接要面對的東西 我會想得比較多 所以我總是會有那種害怕 踏出一步的那種時候 因為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曾經倔強是對的 偶爾脆弱也練習 直到眼看遭遇皺隆 很莫名對自己懷疑 從小在家人和戶下長大的她 總是習慣躲在舒適圈裡頭 好不容易發了一張唱片 卻又在浩恩轉行開寫民宿後 沉積了好一陣子 我曾經有脫離過這條路 對 想說我可以做別的事情 但是覺得奇妙的事情 反而是音樂這件事情一直在找我 專科畢業後 本來就沒有什麼明星夢的家家 一度擋起電話行銷 只是明明都已經上班了 機會卻不斷上門 她開始擋起阿妹的和聲 也是因為她來聽姐姐的表演 然後正好我們就是在和聲 然後大家也都是台東人 然後就 後來就約一約她 就出去吃飯 後來就變成她的和聲 那時候還是小才 21歲 21歲 然後就跟著她跑巡迴 就覺得世界好大 看到了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不一樣的人 不一樣的地方 2010年 家家跟著阿密特世界巡迴 首站馬來西亞 當所有人的焦點 卻在一袭雪白羽毛緊張的阿妹身上 沒有人知道躲在黑暗角落裡的她 多激動興奮 我上台其實就是很賣力 然後下台之後是 整個晚上都睡不著 還在一種很亢奮的狀態裡面 我又回到這裡 經過了那麼多旅行 就在眾手舉目的美光燈後 短短五公尺的距離 家家賣力的合唱 一連串的世界巡迴 她吸收經驗當養份 認真做好每一件事情的執著 讓老天爺感動了 2012年底 家家在五月天演唱會中 家家在五月天演唱會中 破戒錄 一連當了七場嘉賓 她重新站回美光燈下 有一段時間突然覺得 起高雄走在路上 大家都認識我 會不會是因為我姊姊的關係 你忘了想 對… 會不會是這樣子 入龍 會不會是這樣子 摩訪 個人酒 錯誤 不會是這樣子 與裝神 有窗的 宅 不是 我們 不是